很涼 有一種 就是很簡單的感覺 對啊 那時候 好像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說什麼 不能在這個涼下面 不要放床什麼 我也懂一點 所以我有跟設計師講 他就說 沒有關係 我很厲害 我會把你弄到 你看不出來它是涼 其實 請問這誰看不出來是涼 因為你看那邊 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它的柱子在這兒 這就是一根柱子 事實上柱子的上方 穿過來這一根就是涼 那第一個 它其實設計的 我覺得很好的樣子 值得鼓勵的地方是 有沒有發現 這個梁柱 如果不做這一片的造型的時候 柱子是切在床上的 但是它做了這一片之後 那麼本來會切在床上一半的部分 它其實已經減輕了 而且那邊是不是又有講門 對 有隱藏的神秘空間 所以這又是什麼 我們這樣都任意門 沒有的嗎 跟衣室 跟衣室還不是 再進去看一下 還有一個神秘空間 什麼意思 怎麼會是這個 這太詭異了吧 為什麼我在這裡 其實這個房子都外推了 其實它單單他們原來是 兩邊都有陽台 是不是很幽默 好可惜 就是所謂的車的陽台嗎 對 那就是神秘的車 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你本來還有三面 你可以三面採光的 讓你掃一面 對,掃一面 那時候 因為我 我現在是很想養一些花草 其實他喜歡種植物 養花草 但是... 對,他想說留一個小空間 養養花草 怎麼說什麼 沒有 我現在很想要養 要養花蛳草嗎 要講清楚養一些花草 也是養花蛳草吧 但是就發現 可能是冬曬還怎麼樣 就是怎麼養都不太會活 老師來請問一下 側陽台到底對人家有多重要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 乾脆把風險算 然後裡面等於很多財庫 但是因為以前認為說 前陽台跟主人的前租事業發展有關 那麼後陽台跟子女的發展有關 那麼側陽台主要的就是貴人 跟他的貴人運有關 所以一般來說 還是房子有側面陽台的 在古代來說很多 他的貴人運會特別地旺 他的側陽台就現在就是 那個瓦斯爐 樓梯跟灰塵 所以一般來說 不管是前陽台 後陽台 還是側面陽台 我們都還是希望能夠保持 比較乾淨 整齊的一個狀況 你現在應該是已經 根本沒有走過去那邊過了吧 對 現在是就在那邊堆砸我了 不過這個對於 雖然說他沒有直接的幫助 可是在工作無形中 他的貴人就會特別 因為他還有保留那個空間 對 還有保留那個空間 姐弟是不用親眼一樣的 那還是要親眼 有親的話會很難 空有得天獨厚的側陽台 不加以清理 貴人可是不會理你的 而因房間的採光已經足夠 將床頭後面的側陽台隔起來 還可以化解光燒 所以這個 就是進入你的前陽台 他其實你知道嗎 這原本就是陽台外推 一直推手 推到當中的側陽台 所以一連是一條 所以他等於是L型的 對 對 我們鄰居我去看過 他就是一個大L型 所以他其實是本來是 整個很大面的兩面採光 的一個大陽台 那真浪費 他這樣子弄起來多漂亮 真的很浪費 也沒有 就是想爭取一些空間 還想要洗 而且那時候又有 你就是被設計師洗腦了 你也這樣 沒有 神經 我出進來的時候 其實也大部分都是外推了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公司 他也是要空間大 其實這個 因為你看它兩邊的顏色不一樣 因為那一邊 它也設計一個神秘的一個空間 還有 這是什麼房間 密室進多到數不完啊 檸檬綠茶 這應該還有在加點 我們在 也是那個 因為你看它兩邊的顏色不一樣 因為那一邊 它也設計一個神秘的一個空間 還有 對,那裡有 有神秘空間 對啊 什麼 對 所以你們主位在這裡 對 能有這樣這麼大的一個浴室 你的空間 是真的非常好適合 所以我一定在 積極小旁邊泡澡 對 也沒什麼風景 但是要拉下來 因為我發現好像 從捷運站 好像可以看到我家 所以我也很喜歡 捷運在前面有兩棟大樓 是 所以浴室OK 大家因為我沒有興趣 如果小禎跟佩甄在 最瘦的話 還有兩棟 浴室基本上是OK 但是你們要發現 它的床剛好錯開 剛好就是避開我們這個整個 整個廁所的位置 床的位置 其實擺那個位置還可以 但是如果能夠推過去一點 又更好 就是要避那個量 對,能夠避開量就可以了 請問為什麼 你要在這邊做一個小窗戶 為什麼窗戶 沒有 其實本來 我本來是準備一邊泡澡 一邊看電視 看小禎佩甄的電視 我們節目也沒有好看到 你要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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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 媽媽的那邊看 也沒有 那時候 你幹嘛這樣工作 其實那種 你一直這樣忙 我們都在媒體工作 你不是也是想說 有時候休息一下 有電視還可以一直看嗎 那電視呢 就 那我可以放 有 好,我剛好是 後來就 放一堆小朋友做的東西 就忘記放電視了 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都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在生活其中的時候 就會發現 一些事情沒那麼適用 那個設計師上面一個板子 還可以轉 那個電視是可以朝這邊 也可以朝那邊 真的 對,真的 他都 他都把我想要的 真的都有把它做出來 那時候把後面貼起來 因為這樣子 好像有人站在那邊 對著洗澡 也是,你知道我老公說 早知道他這裡開個洞 他說這樣子洗澡都看得見 好了 好,媽媽 所以可以看小孩的地方好了 真的小孩 情趣 人家的情趣 這邊 所以這個是南海的毛巾 不是很特別 你看他 每到假 陽 日 日就是陽 就要抽籤 進來請灑水 等一下 灑水 灑水 要這一點點是灑水 我想他那個聲音敲門 都會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主接進來就好 非常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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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太可愛了 這是妳的房間 為什麼它有 它的床有擋到一個門的感覺 那為什麼床後面有門 那個門是去哪裡 這個門 因為它這個是老大樓 老大樓後面有那個 就是救生梯還是什麼 逃生梯 逃生梯,對,有一個 有一個後門的意思 對,後門 所以它後面是接逃生梯 就有樓梯 一樣都可以走 這是可以逃出去 可以,也是可以進去 所以妳也太開心了吧 所以妳在這個房間 以後可以 妳就門鎖著 妳就逃進完了 好兇 這個沒有電梯 就只是樓梯要怎樣走到樓下去 我不懂是 所以妳一直說整棟 如果在走樓梯 會經過它房門 對,就是我們 而且後面鄰居 因為隔壁還有一個鄰居 其實它有一個這個 都是一樣這個 對,都一樣 通道是同一個 這樣不會也變成是一個 危險的來源嗎 對,我覺得它是一個危險來源 所以基本上如果 我建議是說 觀眾朋友 如果妳的房間有這樣的門 其實在風格上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當然有可能就是 對到的位置不太好 所以有可能會有影響 但是我會建議 儘量不要有這個 透明或透光的情形 原來這裡有透明或透光 有點 對,那好像應該 而且竟然還通到外面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 哪個叔叔阿姨 站在那邊 或是怎麼樣 也太恐怖了吧 對 而且有人經過去 會看到人影 對 對 但是我為什麼 設計師都說要這個門 為什麼我覺得妳後面 好像堆滿東西 裡面是一個鐵門 就是應該是個鐵門 對 然後可能我有再貼起來 我也是怕有人看進來 所以我 我好貼了東西 特別用霧面 用霧面 然後外面那個門也貼了東西 好 所以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看不進來 對 而且你又想說 他不用說 不用考慮其他問題 他如果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有人在旁邊敲門 敲死了 那只是坐的位置 稍微在房間裡頭 稍微坐不住 稍微坐不住 他坐在走道上 對 可能也許他其他地方 讀書方面來說 就比較OK 但是如果要在房間念書的話 因為剛好我們 拉直線的範圍 走道的部分 盡量不坐在 不坐書座或座位的位置 老師 我現在只是舉例來講 如果他床位不移 他書座靠這一邊 可是是在梁下 可是會不會比這個位置好一點 我覺得 他還是有點被門 壓力很大 他最主要是壓力很大 因為這跟梁竹還滿大一枝的 對 會完完全地壓在頭上 所以書桌在這也不好 其實還是門拉直線的範圍 其實以前的人 我們必須提到說 以前的時候 我們也說很多人他 家裡是沒有書桌的 當然都是飯桌 吃完飯了 桌子差一大就在裡面 小時候 所以房間 是不是一定要準備書桌 這個是其次 最主要家裡要有文昌位 比較重要 是 老舊房子的詭異投身門 竟然可以通到室外 最好把門改成不透光 才能避免受到驚嚇 而座位被門衝 除了可以掛門簾化解之外 也可以讓小孩 到其他房間裡讀書 而接下來兒子的房間 竟有似曾相似的場景 老實說 你們的設計師 他應該在南部有一座梯田 他龍夫出身 想念家鄉的梯田 對啊 為什麼 他哪裡都這樣做 所以在假天空做梯田 對 假梯天空 他就說這是我的創意 我的藝術 你這樣子做起來 變成一把 兩把 三把刀 一把 對啊 他已經想要用這種 海闊天空的感覺 他也拔去 小孩找這個壁紙 可是你會發現 他的房間裡頭也是一樣 也是高高低低有點起伏 對 其實這個我們在想說 通常一般這種設計 有時候對於 大家年輕人比較沒有影響 可是對老人家有時候 你知道突然間腳一抬 只要沒有那麼高 就很容易提到 沒錯 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覺得就是家裡頭 盡量不要有這種 高低的設計 不要有高低的設計 第二個 地板高高低低 那是一個影響 可是你的天花板 也不平 而且角度都不一樣 每個角度都不同 所以有時候 因為你睡的位置 感覺好像就有那個 邊上的腳 好像壓在我們身上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能 一般來說會 天花板子盡量平整 是會更好一點 那通常一般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你在比較有高低的位置上 那麼可以擺放一般白色的 這個所謂的水晶柱 那麼它可以達到一定的 這個化解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 還是很小的問題 這個還很小 對 其實你只得仔細想一下 我是你還好嗎 沒有 我覺得這個問題比較起來 它其實真正的問題 不在這裡 真正最大問題 你看它的腳 有點碎的位置 比較對著床部 有點出錯的 對著床部外 可是床部外面 才是那個神秘的煞 真的才是影響它 神秘的煞氣 神秘的煞氣 屋子的位置 對得很正 而且很近 這個超近 對 因為它剛好這個樓層 就是會被最直接的衝到 對 而且它有個妖怪 沒錯 這麼多 還黑色的妖怪 好 passion 老師 你這樣這樣 你說這樣不好 可是等到它這塊地 這個寸土寸金 全部蓋死 難道會比較好 你知道嗎 這個矮房子 要都更談很久了 很珍貴 可是一般來說 因為整個屋極煞 對進來的時候 我們通常這樣講 以房子面對 屋子外面出去 那麼 如果在左邊 那麼代表家裡的男生 會受影響 身體健康 屋子如果在右邊 代表家裡的女生 要預防身體上的問題 好 我趕快叫他們多根 趕快蓋起來 趕快處理 所以這個等於是在右邊 對 對女生 對女生會有影響 比較不好 那你就是男生在這一間 還好你就是兩個房間 你把男生放在這一間來 那麼影響就會效 不過對於他以後 怎麼了 因為通常當屋極對進來的時候 就是裡面的人 如果是影響 比如說我如果是歲男生 他影響的是女生 那我要選女孩子的時候 除非對方的身體不好 有一點問題 那麼要不然的話 可能是比較不會合的 如果當屋極震對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三種東西 鏡面的東西 那麼盡量對著它 沒錯 棘手的烏極震 切湖邊 傷女性健康 切房子龍邊 擇一傷男性 而如果是切龍邊 而剛好又是男生的房間 還會阻礙女性緣分 影響桃花 最好掛山海鎮或乾坤太極震 或是突面鏡三選一化解 有 好的 禮財書妳已經有一份 偷聽補妳嘛對不對 那風水書呢 幹嘛 風水書呢 我們要不要出禮財書 好 可以說了 妳現在是在 點是在妳沒有出禮財是不是 好啦 風水書 我跟你講好還要更好 沒有人嫌錢少的 沒有人嫌錢多的 所以呢 要送給妳更的結緣 謝謝 我們今天 這家辦公室所有招財66的法器 全部都這樣 妳看一下 66招 對 妳幫我們多宣傳 我是妳推薦人 對 當然 是她們的配證書都要推薦一下 只要是有關理財的部分 靜宇姐一加持一定大賣 對 有 有賣了 謝謝 太誇張 虛完就了嗎 沒有 小禎所做出 我也願意一定要推薦人 靜宇姐幫妳加持的 然後大賣 對 風水有分其樂呢 在下面 妳看 妳這個推薦人呢 小禎有沒有看到 對 那就是趕快支持這本圖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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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的禮物 謝謝 謝謝 風水疑難雜症 困擾妳很久了嗎 歡迎妳在粉絲團 分享相關問題 或是到未來官網 報名看風水 我們將會為妳改善 趙哥又來找茬了 公司風水最終決戰 我的問題在這裡 高檔 趙哥妳好讓我死亡 會嗎 這個屁門呢 如果 反而會 太少人 其實妳這個位子呢 是一個養老的位子 妳意思說我是那個米蟲 對 去出身後 你 去出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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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點餐 超